他宝贵就宝贵的,他认定这件作品是成画,我就出了一百万。 而一旦一件作品,有藏家给他出了价,即使它是宴品,它今后的价值可能也会大大的提升。 这次曾陶宣主人花一百万,购买青花花鸟纹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个事件, 其实它反映了深层次的原因,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藏家当中,在收藏这些古代艺术品的时候, 它是缺少认知的,那么这个问题说出来,可能有很多藏家觉得比较扎心,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缺少认知,就是指对古代艺术作品的这种判断, 以及它的价值上的这种理解,大部分的藏家是抱着那种简陋心态, 也就是说,它希望得到一件非常名贵珍惜的一件古代艺术作品, 然后通过它自己的这种认识,然后转手就卖个高价。 那么在这种收藏环境下,大部分的藏家是去等着那个有人给它出价, 但是很多的藏家在理解收藏的时候就是简陋, 也就是说呀,它遇到那些真正的珍惜名贵的艺术品的时候, 它往往自己不敢给价,都是抱着那种减便宜的态度, 去理解这些古代艺术作品。 其实啊,这个藏家不敢给这个作品出价, 其实就是证明了一个问题,就是它的认知能力欠缺。 如果你对它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本身的真实性, 艺术性和它的稀缺性,有那种深入认知的话, 你是可以给它出价,并且这类的藏家也是敢于出价的。 那么像这样的藏家呀,当然在众多的这个收藏者当中啊, 是属于极少数的一个群体。 因此你像这次人家真陶宣主人呢, 他花一百万购买这件青花花鸟纹杯呀, 以前无论他的真伪如何, 就是说他本身呢,他宝贵就宝贵的, 他认定这件作品是成话,我就出了一百万。 因为对于古董来说呀, 在真正的行家给他出价以前呢, 他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。 而一旦一件作品呢,有藏家给他出了价, 尤其是出了高价, 那么对这件作品来讲啊, 即使它是赝品, 他今后的价值可能也会大大的提升。 在这方面的例子, 我在我以前的节目当中都给朋友们介绍过。 你比如说, 你像我们台北故宫啊, 收藏的那些南宋官窑作品当中啊, 其中有两件作品呢, 是经过台北故宫啊, 通过这个科学检测呀, 证明它那两件作品不是南宋官窑。 即使是在科学上定论了这两件作品, 不是南宋官窑, 这两件作品现在依然按照南宋官窑的这种品类啊, 给它进行展出。 那么它形成这种现实情况啊, 就是由于台北故宫啊, 在藏久的那种收藏过程当中啊, 或者说在众多的这些专家, 参观者的认识当中啊, 这件作品呢, 已经很长时间是被认定是南宋官窑了, 即使现在是通过科学的检测, 证明这两件作品不属于南宋官窑, 依然也很难把这两件作品, 从南宋官窑的这个品类当中给它撤出来。 也可以这么说吧, 这两件作品呢, 即使将来确定了它不是南宋官窑, 作为台北故宫, 曾经认识这件作品是南宋官窑, 它即使流落到这个排卖市场当中, 它的价格也会远远的高于一般的这些作品的价格, 这就是为什么说藏家对这种古代艺术作品呢, 它这个出价的重要性就是在这儿, 因为在这方面呢, 很多那个抱着简陋心态的那个藏家呀, 他是不可能在这方面赚到大钱的, 因为你抱着简陋这个心态本身呢, 他就不具备对这件作品的认知在里面, 尤其是当一个藏家呀, 他的这个身价和他的声望不足以支撑这件古代艺术作品, 对他那个真伪或者他那个路犯判断的情况下, 即使是真的, 他也卖不出那个好的价钱了, 你像这次人家真陶宣主人呢, 他给这件作品出价, 为什么我做节目赞扬他这种行为呀, 你先不论这件作品, 他是不是成化或康熙的, 藏家给他出了价, 这件作品在未来的这个经济价值上, 就会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跃升, 就像我在去年曾经也给朋友们做过这类的节目, 你像那个宝利在去年拍卖的一件, 意大利外交官的那个旧厂, 他那件作品呢, 标明是成化的一件大碗, 当时我们做那个节目分析那件作品, 很可能是这个明代后期的一件作品, 一件仿成化的作品, 那你像宝利啊, 他也未必看不出来那件作品呢, 是明代后期的仿品, 但是由于啊, 这件作品在递藏的过程当中了, 由于历代的藏家都认定他是这个成化作品, 大家就约定俗成了, 不约而同的就认可了当初那件作品的, 那个最初的藏家对他的那个认定, 因此那件作品依然拍出了一千多万人民币的高价, 那么我们说这个问题啊, 倒不是说让大家对那些赝品呢, 将错就错, 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, 也就是说一件藏品呢, 我们所说的赋予他历史信息啊, 其实对这个真伪的判断, 是最重要的一个对他这个历史信息的这么一种记载, 当初的那位藏家, 判断那件作品, 无论他是真是伪, 一旦这件作品流传起来, 大多数人对他的认识, 或者说对当初那个藏家的那个认同, 很可能就影响这件作品今后的价值, 这个是不以后世的那个藏家自己的那种态度的改变而改变的, 因此一件作品啊, 一旦有人给他出了价格, 并且得到了其他藏家的这种认可呀, 很可能这件作品, 对他今后的经济价值啊, 就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, 尤其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作品啊, 你没有这个认知在这个其中的话呀, 对他的这个价值, 以及对未来的这个流传呢, 都有重要的这个影响, 因此对一件古代艺术作品的判断呢, 如果一个藏家呀, 他没有他自己的认识, 你不管你对他的认识是真是假, 如果在这件作品的购买当中, 他没有这种认知, 参与在这件作品当中, 很难保证这件作品呢, 在今后的这个经济价值上, 能够得到体现, 就像我们在前期的那个节目当中啊, 给朋友们举过好多这样的例子, 你比如说啊, 最近这十年八年啊, 那拍卖市场当中啊, 各类的名品越拍越多呀, 你比如说像那个乳窑啊, 包括成画作品啊, 其实好多这类的作品啊, 现在的那个价格呀, 比那个房品还要低, 在拍卖的时候的估价, 基本上非常低的, 但为什么说这些作品, 它起不来价格呀, 这就跟有很多藏家呀, 对这类作品的怀疑有很大的关系, 那么对这些作品进行怀疑的藏家呀, 他就不可能啊, 给出那些这些作品应该有的价格, 那么在这方面呢, 提高认知, 打破怀疑, 唯一的方法, 就是对这些作品的判断啊, 要回归到它的特征上去, 你只要通过它, 那个时期本身, 独有的, 后世不可仿制的那些特征啊, 对这些作品进行认定啊, 你才能真正在认知上, 对它的这个稀缺性, 包括对它的这个价格判断上啊, 给出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, 对它的作品进行内处理 是在那里的运动